韓映南鬼鬼祟祟走下車 不斷在幼兒園前面徘徊 搞破壞 借開車加速逃離 天亮就發現 原來現場成了這副模樣 大門口和地板 全被紅色油漆覆蓋 桶子直接丟進幼兒園裡面 地板上還被灑了一堆明紙 和被砸的雞蛋殼 事發就在21號凌晨2點 新北市林口這間連鎖幼兒園 爆出虐童事件後 就有其他學校的家長 看不下去跑來 潑漆血份 面對提問通通沒回答 但警方追查林姓主嫌 本身也有小孩 雖然不是讀這所幼兒園 但看見虐童新聞後 氣得找來兩名同伙 一個幫忙撒明紙 一個幫忙開車 想讓幼兒園記取教訓 呼籲民眾一定要理性 那看到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以暴自暴 很像法律來解決這個狀況 一共兩車三人通通被查獲 嫌犯也被依恐嚇毀損罪送辦 不過幼兒園目前還在營業 小朋友一早去上學看到這一幕 恐怕也受到不少驚嚇 做家長的原本想出一口氣 卻做了最壞示範 華視新聞黃生李琪婷 新北報導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